好,那么上一部分呢是我们分支的基本操作啊,但是有些时候啊,合并分支并不总是会成功的啊,并不总是会成功的,那我们下面有一个例子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首先,创建一个新的分支,第一位,创建并切换到一个新的分支,第一位里面啊,然后创建完之后呢,去修改这个coder text的内容,并进行一个提交啊,并进行一个提交,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先对照这个例子,在这边给大家画一个图,我们再给大家做演示啊,就在这边,对应到我们这个图上面呢,我要创建并切换到一个新的分支上面,就直接在这边,相当我如果在这个位置创建的话,我就在这边,他帮我创建一个第一位指针,同时呢,把这个hide指针呢,把它移过来,好,这叫做创建并切换,对吧,下面我们这个例子上面呢,继续要做的,就是我要去修改这个,在第一位分支上面啊,修改, coder text的内容,然后呢,进行一个,提交啊,进行一个提交啊,那么这个提交呢,你一提交的话,这边呢,就会又给你做一个记录,哎,又做一个记录啊,就在这边,又做一个记录啊,这个记录呢,创建并提交的话,就是整体的往上做一个, 移动,同时在这边给你做一个记录,那么这个记录的话,现在也是啊, code text中,我们把它加了一行啊,加了一行,OK,加了一行之后呢,我们这里面写的说明信息呢,是第一位分支提交 二啊,哎,在这里面,我们就在这边再写一个啊,写上一个 说明信息叫做第一位分支 提交二啊,OK,哎,这是我们这个啊,在第一位分支,好,到这个地方是 现在这个图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呢,再往下呢,我们再往下啊,切换回MAS的分支, 那么切换回MAS的分支的话,直接使用我们的gator checkout啊,这个切换回MAS的分支的话,我们说是直接把这个hide呢,把它 指向这边啊,指向这边,那么指向这边之后, 下面我们要做操作什么呢,在MAS的分支里面去编辑这个内容,并且呢,进行 提交啊,并且进行提交啊,那么这个提交呢,我们也是啊,在这里面 编辑这个内容,哎,其实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时候 提交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东西呢,好,备份,那么到现在这个地方呢, 你注意,在这里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我们把这个 把它往,把它往这边拿一点啊,把它往这边拿一点,OK,那么 在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啊,直接 这个斜过来啊,我们先把它斜过来啊,就这个,好,哎,这里面是我们第一微分支提交, 然后呢, 这个呢,哎,是我们在MAS的分支上面,我们又要做一次提交, 那么这一次提交的话,你在这边一提交,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就会往前挪啊,往前挪,整体的往前挪,然后呢, 有一个记录,哎,这个说明的信息呢,就是我们的MAS的 提交,就在这边啊,往上面有这个MAS的提交,好,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一下啊,我们不仅在这个第一微分支上面有一个提交的记录, 而且呢,在这个MAS的分支上面呢,也有一个提交的记录, 对吧,这个时候,我如果再往下呢,哎,我想要把这个 第一微分支的内容合并到我MAS的分支上面,这个时候 看一下还能不能快速合并,它能不能直接把这个指针指到这个上面, 不能啊,不能,你这个时候合并的时候,哎,它就会给你 报一个错啊,就是合并起了一个冲突啊,起了一个冲突, OK,那么我们就先给大家看到这个这儿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 解释一下这个冲突怎么来的,哎,就是我们上面啊,先去 创建并切换到一个新的第一微分支里面,然后在里面呢,加上这一行啊, 直接呢,就是get,checkout, -b,哎,写上一个, 第一微,哎,你get branch啊,我就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支,对吧, 然后呢,我在这里面,我要编辑这个code.text啊, 在它里面,我要加一行,就add one more line, 然后,在第一微分支上面编辑完这个文件之后, 我要做一次提交,就是get add code.text, 然后呢,get commit-m,写上一个第一微分支提交2啊, 我们写上一个第一微,那么分支提交2, 好,OK,这里面我在第一微分支里面做一次提交, 你使用get log,刚刚pretty,等于这个文案,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了一次提交,对吧, 下面我要切换回mess分支,就是get checkout, mess的,好,切换回mess分支,先看一下get log啊, 对吧,只有这个记录啊, 然后,我们要在mess分支里面,也编辑这个文件, 编辑这个vi code.text,然后在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在这边加一行啊,加一行,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加, add one more line, a-in这个mess,就是one more line, a-in这个mess,然后在mess分支上面编辑完这个文件之后, 我在mess分支里面也做一次提交, 直接呢,就是我们的get add code.text, 然后呢,写上一个get commit-m, 写上一个说明器,就叫做mess分支, 提交,ok,好,回车,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get log啊, -pretty等于one line,你会发现, 现在我在dv分支上面有的一个提交, 在mess分支上面是不是也有的一个提交, 就对应着我们图上面,对吧, 现在啊,我要把这个dv分支的内容合并过来, 还是用我们之前的这个命令, 就是get merge, 然后呢,写上一个dv, 好,你这样一敲,回车, 这边呢,给你报了一个错误啊, 叫做自动合并code.text, 合并的时候起了一个冲突, 然后它会告诉你, 合并的冲突为哪一个文件, 位于这个code.text啊, 然后自动合并失败, 请你修正冲突后的结果提交之后, 在修正冲突后啊, 然后呢,提交修正的结果, 就你要去解决这个冲突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你合并分支的时候, 它并不一定总是成功, 然后怎么做呢, 哎,我们要找到这个冲突文件啊, 你,你也可以使用这个get status啊, 它也会给你提示, 哎,这个冲突在哪个文件里面, 就在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呢,我们要打开这个文件啊, vicode.test, 好,你就会看到, 这个文件里面呢, 它就给你标出来, 是哪里起了冲突, 看到, 这里面监控和hide啊, 这个代表这是hide的这个, 记录里面所有的内容, 对吧, 下面这个呢, 是dv里面所有的内容啊, 就它不能把它们进行一个合并啊, 它所以呢, 起了这样一个冲突, 那么怎么解决呢, 就需要呢, 你自己呢, 去进行一个解决, 那么我解决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解决这冲突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呢, 给它手动的去融合一下啊, 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删掉, 对吧, 把这个删掉, 把这个删掉, 哎, 我们手动的把它进行一个融合, 那么融合之后怎么做啊, 融合之后, 现在我编辑的是, 在我的math分子里面做编辑啊, 融合之后, 我要做一次新的提交, 就是get add code.test, 然后呢, get commit-m, 写上一个解决冲突啊, 我们这个说明信息, 我们就写上一个解决冲突啊,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使用这个get log, 杠杠preted in one line, 这样的话, 我们就手动解决了这个冲突, 那么这个记录呢, 相当于在我们这边就是, 我在这个地方呢, 他俩合并起了冲突之后, 我手动的在这边呢, 解决冲突之后, 我要进行了一次新的提交啊, 进行了一次新的提交, 在我们这边啊, 就是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就是手动进行的一次新的提交, 就是把它往上挪, 往上挪,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了一个说明的信息,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到解决冲突啊, 解决冲突, 解决冲突,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冲突的一个解决啊, 那你注意啊, 就是我们说啊, 什么时候会起这个冲突啊, 就是你在两个分支上面啊, 你都有了新的提交, 并且编辑的还是同一个文件啊, 在两个分支上面啊, 有了都有了新的提交, 并且编辑的还是同一个文件, 他就会起这种冲突, 那么冲突的话, 你需要去手动的进行解决, 解决完之后, 你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提交啊, 你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提交, 然后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冲突的一个解决啊, 冲突的一个解决,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变成了这种情况啊, 这种情况, OK, 然后你注意啊, 这种情况呢, 其实呢, 你看到我们图上面啊, 其实呢, 大致就这种情况啊, 然后呢, 这个分支的图呢, 你可以使用一个命令啊, 叫做get log杠杠, 加上一个参数叫graphy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就get log啊, 杠杠graphy, 然后杠杠pret等于one line,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看到没有, 看到吗, 就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两个分支都有了新的提交, 对吧, 那么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这个math分支上面, 手动解决了冲突, 同时呢, 做了一次新的提交, 做了一次新的提交, OK啊, 这是我们这个, 你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去查看这个分支的图, 分支的图, OK啊, 把这一步做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删除这个dv分支了, 删除dv分支的话, 还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命令啊, 直接是get branch-d, 写上一个dv, 好, 然后呢, 你在get branch, 你就会发现dv分支没有了, 删除dv分支呢, 在我们这个图上面, 其实就是把这个dv分支呢, 还是把它拿掉啊, 就不要它了, OK,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删除dv分支啊, 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分支的冲突, 你注意啊, 对照我们这个图, 就是两个分支上面都有了新的提交, 并且呢, 修改的还是同一个文件的时候, 你在合并的时候就会起冲突, 你需要呢, 手动解决冲突, 并且做一次新的提交啊, OK, 感谢您的提交啊,